曾志强解读道的经 当前人类有一个共同的欲望 这是不分国界的 不分种族 不分禁别 这是什么 说起来很可笑 但是因为可笑 所以才是道 在拯救地球 怎么突然间大家想到这么伟大的事情呢 这个我们老子中就讲了 人类活着就是要拯救地球 我们用的词不一样 叫做占天地之化育 现代话就叫拯救地球 但是大家从来没有好好想过 为什么我们落到这种地步 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长期以来 我们不重视道德的一种恶果 我们提倡知识经济 导致道德沦伤 因为我们整个学校都在教知识 从来没有老师讲过什么道德 没有 我们一味地吞行法治 阻挡一种非常不正确的观念 只要不违法 我什么都敢做 那就完了嘛 但是法永远赶不上人类做坏事 永远赶不上 因为他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坏事 他怎么立法来规范你呢 所以我们法令多如流氓 但是新奇的罪性是越来越猖狂 当我们的警察那种武器又先进的时候 盗宰用的绝对是比他还厉害 老子常常要我们鱼鱼鱼鱼鱼 大字若鱼 我们现在都是聪明 而且要表现出来 有学问 要让人家惊讶 鱼这才是道指用 所以老子在第六十五章 他就特别提出来 古之尚未道者 非以明明将以余之 他说古代 很尚以运用道来施政的人 他从来不鼓励老百姓 耍小聪明 而他所采取的设断 将以余之 将以余之 是不是愚民政策 答案绝对不是 怎么余得了 余不了了 尤其中国人 每个人心知肚明 我们不是常讲一句话吗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当然是雪亮的 他只是不说而已 我们每个人心中 有一把尺 只不过是看不见的尺 这把尺很厉害 那叫做公道自在人心 那将以余之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会想办法 让老百姓很谦卑 很手愤 看起来好像不聪明 我们看了现象 都是知道的 余很难 聪明很容易 反而是被人家 看成聪明的人 我告诉你 都是不够聪明的 真正聪明的人 他不会 他会生长不漏的 他不是时当的时间 他不会表示 他不会表现 一天到晚 到处地地刮啦刮啦 都是没有学问的人 老子说 民之难治 以其多知 故以治治国 国之贼 不以治治国 国之福 他说民为什么难治 你为人民服务 为什么那么困难 因为 老百姓自作聪明 越没有知 越没有知识的人 越要装内行 越没有智慧的人 越喜欢耍嘴皮 然后他就开始勾心 斗角 他就使要面子 他就抓到机会 就会表现一下 生怕人家看不起他 故以治治国 所以你如果要用治 来治理国家 尤其是中国 你会很惨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 最擅长的就是那句话 时时新生一计 他随时都可以新生一计 他西谋最多 因为我们历代宾书很多 然后呢 经常出其不意 出其招 你完了 你搞得过他 以治治国 就会带来社会动乱 人民祸害 我用我的专业知识来骗你 我如果讲话 你就听得懂 我就骗不到你 所以我就制造很多专业名词 然后其中夹上几个音语 吓唬你 你乖乖钱给我 很笑话 如果不要用这种技巧 说是说知识 实际上都是花样 来治国的话 不以治治治国 国之福 老子说 这才是人民的福气 老子讲完 以治治国跟不以治治国 这两种状况 他就说了 知此两者 亦积世 这个老子给他一个称呼 叫积世 他说你明白这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个是福 一个是祸 但是你更应该知道 他们背后的道理只有一个 常治积世 是为玄德 老子认为 玄德是修道的最高境界 玄德深矣 原矣 于物凡矣 然后乃至大顺 《道德经》中多次提到玄德 在不同的章节里 对于玄德 也有着不同的解释 那么在这里 玄德应该如何理解呢 玄德就是持久 恒常明白这种准则 并且妥善加以应用 这个人就叫玄德 你常常要想到 非以明明 将以以致 你就了解 你该怎么做 但是老子还是提醒我们 玄德深矣 远矣 以物凡矣 玄德 它是很微妙 玄通 深不可视 不是一般能够了解的 它永远是无远复戒的 你哪到哪里都可以用 可是 它看起来就是跟我们现在所看的 完全是相反的 它在提醒我们 玄德就是跟老百姓共同 反谱归真 不是回到重前 绝对不是回到重前 反谱归真是一种 心态 而不是把所有房子都拆掉 过以前那种 没有房子的生活 把现在文明整个毁掉 去过原始生活 不是 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 是什么 就是房谱归真 你不要有太多的欲望 适可而止 你任何事情不要违反自然 你应该现在房子越盖越违反自然 对于居住的人越来越不利 你看以前我们随时可以跟外界空气相结合 现在不是 把你闭锁在里面 然后用空调 而且还是什么 还是中央控制的风 这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有病 它就把你传播到所有整个大楼 蓬栏都有 应该那些管子里面有多少细菌 多少误会 没有病也活出病来 但是这是知识 你必须要知反不迷 不要从现在这样一直迷下去 然后乃子大顺 你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完全符合自然 一道合一 大家一起返回自然大道 老子 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他在提醒我们 你以治治国最后就是官民相斗 要么官民互相利用 要么官民互相陷害 官民相斗也不好 官民互相害也不好 官民拉得太近 那所想的都是 少数人的利益 五一的办法 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可能说再让老百姓没有知识 把学校都关掉 不可能 就是要把智提升到德 换句话说呢 我们基础教育把品德相培养好 然后才来教他知识 而不是提前从幼稚园开始就拼命教知识 而不重视他的品德 你去看现在小孩就好了 你基本做人道理都不懂 我们要聪明 但是不要耍小聪明 因为耍巧聪明一定是可以 我们要不争 因为真的人都增不到大的 当然现在因为一胎化 大家家里头 这个小孩小啊 很难体会到 像我们那个时候啊 兄弟多的时候 我们心里都很清楚的 因为物资是有限的 你几个小孩 一个会真的 父母最知道 就这个会真 会真的吗 我应付应付他 给他小的 我会把大的留下来保护那个不真的 一定是真的 因为我们现在提拔人才也是这样 谁真谁没有 这样各位才知道说 你要高深的时候 人家问你 听说你要高深 没有此事 绝对没有 他死都不承认 因为什么 他一破关他就没有了 所以很多人搞不懂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奇奇怪怪的 谁真谁没有 那就表示 我因为有一定的这个轨道 你就损了轨道来了 中国人不能让他知道有一定轨道 有一定轨道 他什么都不做 专做投机取消的路 那就叫走捷径 我有一个年轨的朋友 他26岁 就拿到博士学位 很难 然后到学校来教授 你说他好不好 他受尽委屈 他说你知道我怎么这么快拿博士吗 就是我专攻读博士要的那些东西 其他我都不懂 所以我人亲事故 我都不懂 所以人家欺负我 我也没有话讲 我们看 要看大一点 看远一点 不要管是看这么小小的 这就是知识经济最大的弊端 只看到眼前 其他都没看到 只会做他的专业 人情事故完全不高 吃大亏 受害 吃自己 我们政府要跟老百姓 共同繁普归真 大家过很自然的生活 共同走入自然的大道 这就是脑子对我们的期望 这就是脑子对我们的期望 感谢观看